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龙 Hello 我是小薇 首先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我们这里有点乱 因为这个视频是我们在出租房里面拍的 不知不觉让我们做了两年的自媒体了 对 在这两年我们收获了很多人的支持 然后也收获了平台的一些很大的曝光量 对 以前想都没想过 我们这样不会做自媒体的人 经过两年的努力 也有那么多人得到那么多粉丝朋友们的关注 支持 鼓励 一路走来 对 其实这一路走来 我们也是算是有点坎坷了 因为我们之前在自媒体最低谷的时候 我们还想过要不要把这些器材给卖了去换钱 但是我们还是熬过来了这两年自媒体 因为虽然是经过了一个低谷期 但是现在的收入也上来了 我们的做自媒体流量也是得到了一些提升 所以说我们经过这两年的一个算是感悟 我们发现了只要你用心去保持这个更新 然后我们就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其实也认识了很多自媒体的朋友 跟他们都有 抱走兄弟 大头小头等等 跟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爱好 然后都特别聊得来 就像同一个公司的同事 但是比同事更好的是有共同爱好 很多同事他没有共同爱好的 对也特别高兴我们选择了自媒体 这份自由自在的职业 对 而且是在2018年 而不是2021 对选择的不是太晚 所以说我们现在这样子挺开心的 对 首先很感谢大家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 很多人可能会很好奇 我们是如何走上自媒体这条路的 喜欢热爱 其实是源于我们对旅途的热爱 我们喜欢走在路上 去记录沿途的风景 其实我们在做自媒体之前 也是去了很多的地方的 我们去国外潜水 马来西亚潜水 然后还去泰国 普吉岛 我记得是在普吉岛 然后小微还去澳门 澳门 澳门 然后我们还去香港 去那里玩 还有云南自家游 对对对 反正在做自媒体之前 我们也是很喜欢旅行的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热爱 自由自在的生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以前 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以前是做导游的 就是喜欢自由自在 去带客人去各种各样的地方 然后我以前 在上大学的时候 选的也是英语专业 就是为了以后能够出国 去更多的地方去旅行 然后小微也是一样 这些器材都是小微买的 然后源于小微 也是喜欢自由的人 所以说小微的工作 是以前是在婚庆里面做策划 当然就会认识很多婚礼摄影师 然后就跟着他们一起玩 就慢慢的被他们带入坑 然后就入了那么多坑 我虽然很喜欢 但是我不太会使用这些器材 所以说在我用器材的时候 都比较大条 再加上我的性格 一直都是比较大条的 所以说你看这个 这个是5第2 这是我11年的时候买的 你看现在都已经很慢了 这下面 斑驳 这些漆都掉光了 对 这漆都掉光了 当时我卡里 总共就那么几万块钱 我总共一次性花了2万8 买的是5第2 加上2470 这组镜头 然后就是三脚架 相机包 这样就花了2万多 然后这些5第4 就是跟阿龙一起买的 这个 就是我们两个共同的爱好 想去更多的地方 这个闪光灯 这是阿龙以前买的 那这个是阿龙送我的生日礼物 刷的白条 刷的白条镜子 是白条镜子 刷的白条 然后我们两个后来一起赚钱还的 然后这个也是我们两一起买的 这个镜头还有点贵 在香港买的 香港买的 对 这个电脑也是在香港买的 就是你那个电脑做发音那个电脑 对 用起来比较卡顿 这个也是自媒体之前买的 这个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5第4 这些就相当于相机里面的中高端相机了 所以说它的稳定器的话 也是要用 也是要这种好一点的 可以拿个手机的对比一下 对 这是我们自媒体之后 用的是一个手机 这样对比一下 你看 当时就是用的这些 还有我们的录音笔 就是说做了视频 后期录音用这个 包含这个无音机 无人机 这个 还有这个 枪麦 还有对讲机 还有这个麦克风 小秘密 这些都是做自媒体 之前的 后来我们做自媒体 之后才发现我们这一堆器材 对于我们的拍摄来说 就太漫长了 就拍一个风景人为 可能在两到三天 甚至四天 才出那么一个片子 但是我们想走更远的路的话 就需要更多的收入 更多的收入 就肯定要出更多的片 所以后来 就认识了 那个暴走兄弟 参加了一个活动 就买了 那个卡片机 认识了暴走兄弟之后 我们才发现 哇 还有这么方便 做那个Vlog的 就这个卡片机 GoPro 还有一个360 就是5米长 就三米长杆子 就像低控无人机 还有这个 这个是我近期买的 一个手机的稳定器 就特别方便 无人机也是自媒体 以前买的 所以当我们把这些买了之后 确实想赚更多钱 去更多地方 把我们低谷走完 所以说小微 就是说 这两年走了5万多公里 制作了视频 1000多个 1000多个 所以说1000多条视频 而且我们的视频 不是那种2分钟 3分钟的 大概都在5分钟到10分钟之间 这样子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上面 也是用了很多很多时间 也是用了 就是说也算是很用心 在你这上面来做自媒体 尽管我们因为金钱的原因 各种奔波 各种奔波 因为我们后面都已经困难到买不起房车了 就是喜欢这个职业 就是说哪怕是我面包车 按揭 我也要把这个事 持续做下去 是这样子的 所以小微 她一直没想过去卖那辆面包车 就是因为那辆面包车 是陪她走过 她自媒体的最低谷的时期 因为当时低谷到什么时候 就是说 没有收益了 就是说 几乎是断了收益了 又断了房车了 然后又没钱了 好在我的 就是说 以前用信用卡的个人真信 有良好记录 所以说面包车都是按揭的 面包车都是按揭的 当时面包车按揭 只花了一万一千多块钱 就是说 她面包车总共就五万块钱 五万块钱全部带 就零首付 就这样 然后我们又慢慢的去大梁山之后 拍了一些人文 得到一个大的曝光量 然后 那一个月 我们还是赚了很多钱的 然后 从大梁山之后 然后到现在 就是说流量 就一直还是比较平缓的 这样子 所以说 让我们维持到现在 就感觉我们的低谷 也快没有了 对 低谷也快走完了 所以说 现在我们的收入 还是能够 支撑起我们的梦想的 就是说 往前 就是说轻松的 去走我们想走的路 所以说 接下来的视频的话 我们也会把这几堆 我们以前的爱好 又给用起来 接下来 我们会有一辆自己的方车 然后继续去寻找自己心中的 适合远方 带上半斤 然后把这些器材统统用上 拍出更多优质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 这就是我们想给大家分享的热爱 如果真的把自己热爱的事情 当成一个事业来做的话 其实它也能赚钱的 也感谢广大那么多的网友支持我们 我们想说的是 我们摆了这一堆器材 就是说 不是说去为了炫耀什么 说你之前 怎么去开销 其实如果要说 要说这些的话 肯定也是属于一个拜金 然后也是想说的是 每个人的消费观不一样 可能有的女孩子 一个包包就在一万两万 或者进美容院洗个脸 都很多钱每个月 但小微就是在吃穿上面 就哪怕地摊货 或者去吃路边路串 什么的 就是喜欢的是这样子 就好像有的人在城市 他喜欢就大一点的房子 但是我跟阿龙就想着 哪怕是有一个面包车 或者有一辆房车 只要在路上这样行驶 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想要 对我们想要的生活方式 也是我们的一个消费观 所以我们走到今天 经历了这些种种的故事 然后就特别想做的 也感谢我们自己 就是说坚持了下来 做的这些视频 所以说为了想更好的 继续走下去 走到更远的地方 给大家分享更多的 我们也要自己也要加油努力了 对 所以说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把我们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对 然后也很感谢平台 一直给我们这么大的帮助和扶持 也感谢广大粉丝 对我们一直以来的陪伴 今天的视频就在这里了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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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